下面看一下第六节施工总进度 这是一个典型的核心的选择考定 重点分析三方面内容 第一个施工期的划分 第二个常见的典型的工程建筑曲线 比如说双代号双代号石标 工程建筑曲线 单代号单代号大街 第三个关于时间参数计算 比如说关键工作 关键线路总时差和自由时差 下面我们首先看一下历年的一个考点分布 这一小节在19年总共考了三个点 第一个工程施工总工期一道单选 第二个工程进度曲线 关于计划可实际比较 同样也是一道单选 第三个网络计划时间参数计算 一道多选题 总共是两道单选一道多选 总共是考了四分 那么首先看一下施工计划分 那么施工总进度计划 它是施工部署在时间的体现 而总布置呢 总布置是空间的一个安排 我们的进度计划是时间 布置是我们的空间 一个空间一个时间 那么首先看一下施工工期的划分 根据水利水电工程施工组织设计规范 那么我们的建设工程全过程 它包括第一个工程筹建期 工程准备期 主体工程施工期和工程完建期 总共四个阶段 而施工总工期呢 它是包括工程准备期 主体工程施工期和工程完建期 要注意要有点区别吧 那么建设全过程和施工工程 都包括第一个准备期 第二个施工期 第三个工程期吧 我们的工程建设 做了一个工程准备期 考试要看清 千万不要搞错 那么下面看一下该如何区分 首先看准备期吧 它工作内容呢 主要为对外的交通 施工的供电 通信 征底补偿 和移民安置 怎么样 这些相关工作都 追筹建期吧 看一下准备期呢 它指的是准备工程开工 到关键性的主体工程开工 或者核道截留 B期型的相关工期 一般包括场地的平整 主要场地就从场外呢 场外是为筹建期吧 场地呢 主要是为工程的准备期 施工的工程设施 必要的生产生活房屋建设 以及我们实施 实验工程啊 这些都属于工程准备期啊 你要注意 重点看一下准备期啊 区别准备期和筹建期 场外筹建期 场地呢 是我们的施工准备期啊 那么 看一下主体施工期呢 它指的是关键系统上的主体开工 或者河道节流B期开始 到第一台机组发电 或者工程开始发挥效益 注意重点看结束吧 第一台机组发电 或者工程开始发挥效益 而工程建计呢 它指的是 自水利工程低头流行呢 或者什么样 开始发挥效益 到工程完工之期 重点看一下工程准备期 第一个区别我们的工程建设全过程和总工期 第二个区别区别我们的筹建期和工程准备期 是一个典型的核心的对比的选择条件 那么下面看一下主体工程施工的起点 它是以控制总进度的关键 主要控制总进度的关键 进度的工作 什么样 收集的作为我们整个主体收集点 它总共包括四种情形 第一个 当控制工程的项目 是什么样 是蓝河坝的时候 你要注意 它的起点一般确定为主核双节流 这些蓝河坝 主核双节流 第二呢 如果是我们的发电厂房呢 注意 它是厂房 主体土建 工程施工 或者地下厂房的顶工 主体的施工 或者地下厂房的顶工 是为我们发电厂房的一个什么样 起点吧 第三个 谁呀 对输水系统中 长饮水工程 尤其是长饮水中 此时以输水系统主体施工作为一个起点 第四个呢 对于谁呀 我们的抽水蓄能电灾而言 你要注意 对呀 一般是一般是上下游水库工程的施工作为起点 你要注意 一般是一般是关键性能项目的作为起点 没有四个 第一个蓝河大坝 第二个发电厂房 第三个饮水系统 第四个我们的抽水系统中 分别以谁 作为整个施工的起点 注意要看清我们相关的情形 总共包括这样 四种情形 这是一个对比的选择考量 好了 下面看一下施工 进度计划比实方 重点包括四个 第一个横道图法 第二个S型曲线 第三个香蕉型曲线 第四个我们的计划 包括我们的双代号 双代号 试标 单代号 和单调搭击 那么下面首先看一下横道图 第一个优点和确点 简单了解 优点是形象直观 一语编制和理解 而确点是不能明确反映 各项工作 以及的错综复杂关系 不能明确的反映出影响工期的关键工作和关键路 前面不能明确 后面 三不能很好的反映工作 所据的应用时间 不能够怎么样 看出计划这样 切勿所在 不容易怎么样进行合理的一个组织和指挥 不能很好的反映工程费用和工期减键关系 要就要简单了解 有点缺点 简单看一看 非可行考点 这边的重点 很多都会一致吧 你要注意 一般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左侧的工作名称和时间 第一部分是这样 右侧横道 你要注意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左侧的名称时间 和我们的什么名称时间 右侧的横道 看第二个 S型去线 你要注意 它总共怎么样 你要注意 这要素吧 第一个横坐标 第一个线总坐标 它是时间为横轴 注意 以累计完成量 怎么样 所以纵轴 可以是食物量 可以食物量 也可以百分比 你要注意 横坐标时间 纵坐标是累计量 你要注意区别 好了 中间看我们的怎么比较 注意 它终点考核三方面 第一个首先 是考核要素 总几个 四个 横坐标 时间 重坐标 累计量 然后包括计划 和时期 总共包括这样四个要素 第二个比较 怎么比较 比较量 定时间 比较时间定量 比如说 什么样 完成量 QE 此时 QE 此时做垂线 与计划 和实际 两个焦点 分别做时间垂线 一个T1 一个T2 那么T1和T2 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代表 完成QE 计划 是T2 实际 是T1 比较 时间 顶量 定量为QE 计划 是我们的T2 实际上 实际T1 所以 提前了 T2 减T1 如果要比较量 我定时间 比如说 在时间为T的时候 计划 实际QE 一个QQ3 QQ3 分别叫什么含义 代表在时间为T的时候 计划Q3 实际QE 所以拖延了 Q3 减去 比较量 定时间 比较时间 定量 计算我们的 什么样 第三个 计算我们的工期 或某项工作的时间 比如说 在量Q的时候 做出一件 一个是T3 一个T4 那么T3和T4 分什么含义 代表 完成整个量 计划 是T3 实际T4 所以拖延了T4 减T3 你要注意 本季例外 起点为0 你要注意 什么是 终于 终于 计划工期 是T3 减0 实际 是T4 减0 你要注意 在考试时 如果基点不为0 注意 用终点 减去基地 差值 就是工期 或者某项工作时间 你要注意 这就是 这样 我们的 SQ心 终点 从三个方面考核 第一个要素 横 怎么样 横坐标 时间 注意 重坐标 是累移量 可以用量表示 注意 也可以用百分比较10 还有计划和时机 总共两条曲线 比较量 应当定时间 比较时间 定量 公期 终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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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核心 重点 从这样三个方面考核 下面看应用 第一个判断 进度超前或拖延 比如说 ΔTA 表示 TA时刻 进度超前 怎么应呢 比如说 好了 在TA时刻 在TA时刻 我们实际 实际 比如说 是我们的QE 好了 TA时刻 实际QE 好了 那么完成QE 计划 计划 是不是我们的TA 做水线 是不是我们的TA 加上特大提 好了 同样 完成QE 好了 同样QE 计划 时刻 是我们的TA 加特大提 实际 实际是我们的TA 所以超前了 TA 加特大提 减去TA 所以超前了 特大提 你要注意 第一个是这样 那么定量 比如 另外QE 计划 是TA 实际 实际是 主要实际TA 计划 计划是TA 加特大提 所以超前了特大提 比如说 特大提币 表示TB时刻 进度拖延 什么意思 来看一下 好了 特大提币 比如说 在时间为提币的时候 此时计划 实际 完成比较QE 好了 完成QE 计划 实际是TB 计划 计划是 TB 减去 我们的 特大提币 是不是这个 是我们的 做水线 什么样 这是我们的计划值 计划是TB 所以在提示 在TB总共 拖延了 特大提币 你要注意 比较时间定量 一个是QE 一个Q 这边交点 这一个 这条是我们的 实际 这条是计划 下面看一下 工程量 比如说 特大QA 表示 TA时刻 超过量 比较量 定时间 预测 比较很简单 虚线 虚线 表示 项目的后续进步 仍然按照原计划 实施 总工期 总共 拖延了 这么简单 很简单 计划 计划 是我们的 这个点 减零 而实际 实际是 太减零 这是比较 时间定量 所以总共 拖延了 我们的 ΔTC 比较 时间 定量 什么意思 完成量 Q 计划 是这个时间 实际这个 所以拖延了 ΔTC 也是 比较量 定时间 比较时间 定量 这就是考的核心 第一个工程 进度的预算 预算 是终点 减距 刚好 起点为零 关于我们的工程 进度曲线 下面看一下 相交情 曲线比较 你要是呢 它是两条 以同一开始间 和实际 同一结束 两条的 I曲线 组合而成 一条是 ES 最早开始 一条是 IOS 最迟开始 包括 而成的曲线 简称为 香蕉曲线 所以 都能到最早时间开始 可以保证 按期进行工 按期生 可以节约 利息 简单了解 一条是 ES 最早 一条是 LS 最迟开始 关于 相交曲线 重点掌握要素 一条 ES 一条 LS 下面看一下 网络计划 重点 从三个方面 第一个 调整的顺序 第二个 关键工作 和关键线路 第三个 线路的油画 现在第一个吧 如果说 网络计划 不能满足 一定目标 第一步 是五千条 计划 第二步 主要 再次 调整目标 追顺序 先调计划 再调目标 简单了解 重点 看一下 我们的 关键工作 和 关键线路 第一个 双代号 什么双代号 用两个 接点 一条 接线 上面名称 下面时间 你要注意 第一个 谁 掌握 表示方法 第二个 要送到 第一个 节点 包括 七点 节点 直出 不进 中点 直进 不出 还有谁 中点 有出 有进 第三个 线路 从七点 开始 经过 中点 到达 中点 就成为 前路 你要追 掌握要素 第一个 节点 第二个 简线 第三个 线路 那么开下素 第一个 关键工作 第二个 关键路 那么 什么关键工作 主要是 总是杀 主要 最小的工作 就是关键工作 主要 是总的最小 它可以 大于零 也可以等于 就是这样 只有当时 整个 网络的 计划 工期 等于 我们的 计算 工期 此时 总是杀 为零的工作 就是我们的 关键工作 主要 第二个 是计划 工期 等于 计算 工期 如果没有呢 这样 就是这样 就是总是杀 最小的工作 就是关键工作 第一个 前路 这样 两个定义 第一个 自食之中 全部 有关键工作 怎么样 组成的前路 就是关键路 第二个 什么 总的 工作 持续时间 最长的前路 就是我们的 关键 请看一下 这条题呢 这条题呢 四条吧 第一条是 ADFH 2加4 加7 总共18天吧 第一条呢 是我们的 BCFH 总共是20天吧 第三条呢 是我们的 BCGH 19吧 第四条是谁呀 我们的 B E G H 是谁这条啊 我们的 BCFH 线路 所以这条呢 就是我们的 关键前路 你要注意啊 在考试时 要发生的 第一步呢 首先通过 时间 最长吧 来找出谁呀 找出谁呀 我们的 关键前路吧 第二步呢 第二步呢 就是 关键工作 就是我们的 关键工作 你要注意 把握解决的顺序啊 先 判定路吧 不要先判断 接下 关键行路啊 再判断 我们的关键工作 第一个 双代号 第二个呢 双代 这些单代号吧 注意表示方法 上面 上面是编号 中间呢 是名称吧 下面呢 下面是 该工作的 持续时间啊 你要注意 第一个呢 首先 掌握方法吧 看定义吧 视频工作呢 主要同样也是 总是啥 最小工作 就是我们的 关键工作 看第一个吧 关键行路啊 注意啊 量定义吧 第一个是呀 是从起点 节点开始 谁呀 到达终点节点 第一个 军委 关键工作 并且 所有工作 时间 这样 间隔 为零的前路 才是 我们的关键路吧 双代号呢 双代号是 全部 由关键 工作组成吧 而我们的 单代号呢 全部 都是 关键 工作 并且 时间 间隔 第三个 双代号是 标吧 他同样也是 两个 接点 一个 间线吧 与双代号 什么区别呢 也说到什么呢 间线程度 与时间啊 持续比例 关系啊 所以呢 这些都是一模一样 首先看第一个吧 关键线程度吧 他指的是 自终点 怎么样 接点 逆间线方向 怎么样 抄 期间观察吧 注意啊 自终中 不出现 不出现 波形线程度啊 注意 就是我们的 国人间线程度啊 注意啊 是不出现 波形线啊 而不是 不出现 去减线 第一个 判断 谁啊 关键线程度吧 注意啊 是不出现 波形线 第二个 工期吧 怎么算呢 是终点 简矩七点啊 初简出 末 解末 第三个时间吧 按最早时间挥振呢 注意啊 此时呢 建围呢 就是我们的最早开始吧 建图呢 建图 这样就是最早完成吧 实际呢 实现 就是该工作的持续时间啊 你要注意 第四个 自终上呢 这样 那么自终上呢 这是波形线的 这样 水平中呢 主要就是我们的自有时尚啊 你要注意啊 怎么四个 第一个 线路吧 不出现波形线 第二个 工期呢 终点 减几点 对呀 初减初 莫减莫吧 时间呢 对呀 建围 是开始吧 建图呢 结束吧 建图呢 主要代表我们的工作的持续时间啊 自由上呢 是波形线的水平 部分上周啊 下面看一个双代号石标网的计划实例啊 第一个 首先找出关键线路吧 是不是不出现波形线吧 从建为往 从后往前吧 打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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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呀 我们的I H E C A 就是我们的关键线路吧 所以 A C E A7 I呢 就是我们的关键工作吧 第二步呢 是不是计算工期啊 怎么算呢 终点 请点 老师 老师 12-1 工期 时间对不对啊 对不对吧 为什么不对啊 该工作是 第0天末 第1天初开工吧 第12天末 第4天初完工吧 所以是 12-0吧 或计算13-1吧 工期啊 终于是 12天啊 终于是初点初 末点末 终点 减7点吧 工期为我们的12天 第三个 最早开始吧 A工作 A工作 最早是 第1天初开工吧 失去2天 最早是 第2天末完工吧 而D呢 最早是 第5天初开工吧 他总共 失去2天吧 所以呢 D工作最早是 第6天末完工啊 7点是开始吧 结束呢 注意啊 这里面呢 就是结束啊 实际的实现 就代表 该工作的 持续时间吧 而最后呢 波形线 水平投影吧 A 最后为0吧 B呢 也是0吧 而F呢 F是2天吧 G呢 是2天 而我们的D呢 D也是2天吧 还有谁啊 还有总是啥吧 那么工怎么算 工是不是讲 什么样 紧后工作 总是差 加上该工作 与紧后工作 时间 间隔 制合最小吧 好不好算吧 怎么算呢 怎么算呢 有 计划工期 减去该工作 所在谁啊 所有行动 时间最长吧 比如说F吧 工期12天吧 那么F工作呢 F工作 他总共减去年度吧 注意一条吧 A C F GI吧 A 两天 C 三天 F一天 G一天 I一天 所以呢 中了 总共8天吧 12减8等次吧 所以 所以 F呢 F 总共有谁啊 有谁啊 自动啥吧 就有两天 自由啥吧 你要注意啊 怎么算呢 自由生呢 是波形线的水平通用吧 总上呢 使用计划工期 减去该工作 所在 这样 所有前度 时间最长吧 差值哪 就是啊 计划工期的 减去该工作 所在 所有前度 时间最长的 差值 就总啥吧 比如说 G呢 几条啊 第一条啊 第一条是 A B E G I 多少钱呢 两天 两天 三天 一天 一天吧 总共是我们的 几天啊 那么 2 加2 加3 是7天吧 中9天吧 第二条呢 是我们的 A C E G I 2 加3 加3 1 10天吧 第三段是我们的 ACFG 多少钱呢 是8天吧 所以 12-10 总2天吧 所以呢 即工作就两天 总啥吧 同时呢 也就两天 就是啥 你要注意啊 该如计算吧 就是啥呢 是波形性的水平投影吧 而总啥呢 使用谁啊 使用我们的计划工期 减去 怎么样 该工作 所在 怎么样 所有限度 时间最长的吧 主要 差值 旧总差啊 你要明白 该如计算啊 用计划工期 减去 该工作 所在 谁啊 所有限度 时间最长的啊 差值 旧事总差啊 这是一样 双代号是标 下面看一下 单代号搭机啊 第一个关键工作吧 这样 总是差 最终的工作 旧事关键工作 限度呢 全部都是关键工作 并且所有工作啊 时间间隔为零啊 两者云当同时满足 下面有个什么方法啊 包括啊 第一个叫FTS吧 第二个STS 第三个FTF 第四个STF 什么含义呢 分心的吧 这我们含义吧 F代表结束吧 S呢 代表开始 前面表示紧前吧 后面的比较紧后吧 给我例子吧 FTS表示 仅前工作完成时间 与紧后开始的间隔吧 什么意思呢 再看一下吧 比如说这是FTS吧 仅前完成 与紧后开始吧 比如呢 A工作 最早5月5号完工 那么FTS 等于5天 那么B呢 最早什么时间开始工啊 好了啊 5号一天吧 6号一天吧 6 7 8 9 10的 5天到10天晚吧 所以那B呢 最早是5月11号开工吧 这是FTS吧 那么用紧前求紧后 要加间隔吧 看第二个STS 那么紧前的工作开始时间 与紧后开始的间隔 这是我们的ITS吧 比如呢 B工作最早5月5号开工 那么呢 ISTS呢 等于5天 那么A 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工啊 好了 5号吧 四五 四 四三二一 三十吧 所以A工作 最早是呀 4月30号 应当开工吧 那么利用 什么啊 利用紧后 修紧戒呢 要剪去剪隔 这就是核心吧 第一个 张望能分成呢 那么FTS呢 表示 紧前的完成 与紧后 完成剪隔吧 STF呢 表示紧签开始 与进口接受的间隔 你要注意啊 第一个掌握含义吧 F表示结束吧 S呢 表示开始吧 前面是紧签 后面紧后吧 你要注意啊 后面紧后吧 利用紧签求紧后 要加间隔吧 用后期求紧的 注意啊 要减去我们的间隔 你要注意啊 第一个 把握含义吧 第二要掌握 该如何就算啊 你要注意啊 考试呢 防止考计算体啊 你要注意啊 第一个掌握英文字母的含义 你要注意啊 F表示结束 S呢 表示开始吧 前面是紧签 后面呢 是紧后啊 前求后 加间隔吧 后期呢 注意啊 要减去我们的时间间隔啊 下面我们总结一下 关键线路和关键工作 这是一个典型的判断 证物的条件 那么第一个 总的工作持续时间 最长的线路 对啊 就是我们的关键线路啊 它既是用于双代号 也是用于双代号 也是用于双代号石标 也是用于单代号 也是用于本脑大气啊 第一个 说法正确吧 第二个 与关键工作有关吧 对啊 要看清类型吧 第一个 双代号 第二个 双代号石标 所以 全部都是由关键工作 组成的线路 就是关键线路 而对于单代号 单到大街呢 注意 全部都是由关键工作组成 并且 注意啊 要求时间间隔为零 两者同时要满足啊 意思呢 六 说法不正确吧 为什么呢 你看一下 总是啥最小的工作 是关键工作吧 那么关键工作 组成的 注意啊 它不一定吧 谁呀 单代号 谁呀 单到大街呢 它就不是我们的关键线路啊 这样对 六 说法 双代号石标呢 不出现波形线的线路啊 就是我们的关键线路 那么对于某一个计划来呢 就啊 它肯定有关键线路吧 至少有一条 或者有多条啊 它不可能 怎么样 没有关键线路啊 然后呢 同时呢 在实行中呢 比如说 关键工作压缩吧 比如说 非关键延长呢 此时呢 注意啊 关键线路 有可能会发生转移啊 因此呢 一二三四五啊 六呢 六 说法所误 是关键线路 下面我们看一下 关键工作啊 这同样也是一个判断任务啊 第一个是呀 利用总差吧 要注意啊 掌握总差 给怎么计算吧 它指的是 在不影响总工具的前提下 该工作可以利用个机动时间吧 第一个怎么算的 用什么样 用最迟开始 减去最早开始 最迟完成 减去最早完成吧 减称开始减开始啊 完成减完成 所以关键工作 第一个 第一个 与线路有关啊 第二个 第二个 与谁啊 与我们的实差 总差有关啊 你看一下吧 第一个谁啊 网络计划中 注意 总实差 最小的工作 注意 它是关键工作啊 只有当谁啊 只有当计划工期 等于谁啊 等于我们的计算工期 是呢 所以啊 总实差 不一定的工作 才是我们的关键工作吧 所以 说法错误吧 第一个 中差不一定的 中差不一定的 不一定吧 只有当谁啊 只有当计划工期 等于计算工期吧 此时呢 中差不一定 才是关键工作吧 第二个 关键工作的 最早开始 等于最迟开始 什么意思呢 最迟开始 兼最早开始 等于开始 还是中差不一定吧 注意啊 中差不一定的 所以它不一定吧 只有当谁啊 只有当计划工期 等于计算工期呢 注意啊 此时 什么呀 只有当计划工期 等于计算工期啊 此时 总实差不一定的工作 才是关键工作啊 所以呢 这两个说法错误吧 你要注意啊 三呢 最迟开始 与最早开始 最小 什么呀 同样也是 总实差最小吧 没问题吧 说法正确 四呢 关键的工作 关键工作 没问题吧 注意啊 但是呢 有关键工作 最迟的 注意啊 它不一定吧 谁啊 单代号 关键工作 并且时间 间隔为零吧 那么 一 二 三 这两个说法错误吧 看下五 持续时间 最迟的工作 是关键的 对不对啊 不一定吧 对啊 失去时间 就是它迁路 是关键的 把它呢 现在工作 谁啊 它并不一定是关键工作吧 你要注意啊 谁啊 这是总之差最小 不是时间最长吧 同时呢 最迟的这一条 对不对啊 最迟的这一条 不影响什么呀 后早开始 检测的完成吧 与总之差无关吧 你要注意啊 说法不正确吧 其呢 没有波形的工作 是问题对不对啊 那么没有波形的工作 第二个是谁啊 第二个利用线路啊 防止怎么样 偷换概念吧 你要注意 总之差的动员 开始点开始啊 完成点完成 最迟开始 点最早开始 最迟完成 点去最早完成啊 你要注意 只有当谁啊 只有当计划工期 等于我们的计算工期 此时呢 总之差无论的工作啊 才是我们的关键工作 你千万不要搞错啊 第一个关键工作 第二个关键线路 下面看一下 网络计划的优化啊 优化呢 重点两个方面 第一个优化的目标 第二个优化的顺序啊 目标呢 包括啊 第一个工期目标 第二个费用目标啊 第三个资源目标 意思呢 在选择时啊 那么选择工作的先后顺序 第一个是选择持续时间 对质量和安全 影响不大的相关工作 第二个 有充足的备用资源 第三呢 费用最少 你要注意 第一个目标 工期费用和资源 第二顺序呢 首先是对质量和安全 业务的第二个系列 有充足费用资源 第三个呢 要增加费用最少 你要注意 一目标二顺序 一目标二顺序